欢迎来到爱妈小家庭盆栽种菜 今天分享的是最适合夏天也是最值得种的蔬菜 当我们如何简单的撒播 然后当它成长的时候又可以注意什么事项可以让它长得快又长得好 再来采收时候要掌握哪些技巧呢 你以菜种菜以后呢它可以用什么方式让它快速的成长 然后一盆又一盆越采越丰富 整个夏天秋天都可以享受 这就是我去年滞留的种子 然后种子可以是直接撒播或是像我这样子一个一个孔穴的种植 然后它就会一重一重 这段成长期间只要光照足水分足营养丰富 温度适宜就可以长得很好 播种开始到现在才说大概只有一个月左右 我们这剪下来的你看这个现在呢 今天呢催春这个南风 所以一剪下来很快哦 就整个脱水了整个软趴趴趴 然后这个底下的这个就是要注意 这个长出来的侧芽呢 我们要用水培的话 这个长出来的侧芽的叶片就要把它拔掉 然后这样子 所有的叶片呢 就可以掐下来 好好的享用 然后底下这样子 你就可以放到水里头 然后水培 三五天长根了以后就 再进到泥土里面去让它好好的成长 这就是我们的空心菜啊 是风又是雨不到两个礼拜 又开始冒盆爆盆了 然后我们今天又要准备来采收啊 那我跟大家分享什么 这个部分怎么采收 因为是雨水很丰富嘛 那其实空心菜是不怕夏天的热 更不怕水啊 它是可以水培的 我们已经在前面已经分享过了啊 那像这样子 你看它从从这个下面的净结呢 就长出已经长出侧芽了 那我们就可以从这个侧芽的上面呢 把它剪下来 这样子呢 它侧芽这边又可以可以冒出一颗了 大概两三个礼拜又可以 像这一颗也是一样啊 我们看到这个小小净结上面的这个侧芽 已经开始冒叶片了 所以呢 我们就就从这里把它剪下来 那那个侧芽呢 它就很快速的 就可以又长出这个枝叶来 我们就可以再次享用啊 这个也是一样啊 你看看这个每个净结都会长出一结一结的都有 侧芽 你看看这上面也是哦 每一个净结都会有侧芽 这样子的侧芽就会长出的叶片 这就是我们要享用的这个空心菜咯 那我们可以从这个上面把它剪下来 在水上面把它剪下来 然后让它可以再一次的成长 上面比较嫩的部分可以剪下来享用啊 第一次我水培之后再修剪一次 然后用土根 然后才经过短短两个礼拜左右 因为这一个月几乎都是常常下雨 所以它们长得非常非常的快 所以今天又收了一脸盆啊 这一脸盆收完了呢 我们又有净结准备来做千叉咯 这是我们早上修剪下来的这个空心菜咯 然后我把叶片剪来吃 然后这些梗子呢 就可以拿来擦汁咯 那我今天就直接用这个盆子的盆土来千叉咯 这每一个这个净结的地方啊 都开始都有芽点都已经长出了 这个就会冒出叶片咯 所以这样子的种植呢 就会非常快速啊 就是直接土拿来放到土里面千叉 就可以长出空心菜哦 那今年从种植种了呢 一种了已经这是第三批千叉了 第一批呢 我用水根长根的叉 然后第二批用直接就叉到土里 这一批呢 我就就再叉到另外一个盆子啊 很快速就可以叉啊 那我的这个盆土呢 其实就是我 我都是用自己的堆肥土啊 然后就是腐熟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来做植啊 然后我先把它撒一点水下去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擦了 最简单的方式我戴一下手套好了 就这样子两根两根的把它插进去啦 就OK啦 这样子就可以等丰收 巧短短五天那一根一根的刮棍变成一片的绿浴 这就是我分享的水培土根 都可以让空心菜长得非常非常的美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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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